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成为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 疫情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的感染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 死亡人数已过千人 上海医疗专家组组长张洪文教授曾经分析过抗疫的三种结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10日表示 4万人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有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爆发 谭德塞所指的是英国出现的超级传播者 1月20日 一名英国商人在新加坡参加了一次会议 由于参会人员中有来自武汉的代表 这名英国男子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 此后他前往法国度假 4天后飞回英国家中 随后他感到身体不适 前往当地医院后被确诊 结果该男子的这一趟旅程 目前已经感染了11人 1月20日 从日本横滨出发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本来预计的是一场为76天的初春东南亚航海之旅 然而一位曾搭乘过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中国香港男乘客 从香港下船后被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出于疫情防范考虑 船上其他乘客不得不海上隔离 目前截止2月12日 邮轮已累计确诊17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这条邮轮 俨然已经变成了海上监狱 这从侧面说明了病毒的传播能力有多强 2月9日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领衔的一项研究发现 不排除超级传播者存在 个别潜伏期长达24天 新冠病毒事实上比我们目前认识到的还要狡猾可怕 15秒可传染 感染者可无症状 潜伏期可长达24天 一半不发烧 飞沫接触 气溶胶 凤口眼睫膜都可传播 如果是这样 也就是说最坏的结果有可能发生 最好的结果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这也是中国举全国之力 调配物资 人力 支援武汉的原因 然而疫情的发展 也有可能是一种胶着状态 疫情影响下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成为节后反攻 疫情进一步扩散的温床 然而 如果迟迟不复工 对于正在承受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而言 将是雪上加霜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 2020年的开局是地域模式 中美贸易战遗留下的关税还未解除 疫情突然一刀斩断了供应链和资金链 如果消费需求难以尽快恢复 叠加节后反攻的延期 将严重影响实体企业复工和营收增长 部分中小型生产和服务企业可能面临生存的压力 一旦大面积发生企业倒闭 投资的产出不力 造成债务违约潮 再传导至银行体系 系统性金融风险将会陡然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